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脆鲜甜 而且伴有芦笋的天妇罗更加的美味 不油腻 今天我会分享如何做天妇罗的粉姜以及蘸汁 好了 下面就开始制作咯 天妇罗的粉姜首先我们要讲8盎司的面粉 还有4盎司的樱速粉 把它搅拌均匀 好 然后我们加上一点水 在缸盆中加一个鸡蛋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面粉过筛放到里边 好 分几次 慢慢地搅拌 不要大力地搅动 因为大力地搅动呢 它就会起筋了这个面浆 好 我们分几次把它慢慢地加入 从不同的方向呢 慢慢地搅拌它 水也是一样 我们分几次慢慢地倒 把它打成这种粉姜 流动性的这种粉姜就可以了 前后大概加了两杯冷水吧 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加入1盎司的无盐牛油 也把它搅拌均匀 让它融入到这个粉姜中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到冰柜里边冷藏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天目罗的蘸汁调一下哈 我们用这个半杯日式高汤 加入了两汤匙的日本豉油 当然我觉得做这个日式料理的话 最好都是在日本超市里边买一些这个调料 然后我们再加两汤匙的味淋 把它搅拌均匀 好了 芦笋的这个部分 我把老的硬的地方给它切除 然后我们拿这个刀啊 在它这个顶部呢 给它切上三刀 好 这个目的是让它炸的时候呢 能够更加的容易熟哈 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虾 虾呢 我们把它尾部的地方就很尖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把它剪去 不要了 这样以免呢 扎到嘴啊 哎 把这一块呢 我们就把它修理一下哈 把这一块就给它剪下去 尾部呢 也是尾端这个地方也把它切了 你不切除的话呢 如果你炸的时候是容易爆油的哈 容易烫伤 把它一刮 弄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厨房纸把它擦干净 一定要把它擦得很干啊 擦得很干呢 它就没有这种虾的那种腥味 我们把这个大虾呢 给它拽直了 然后我们用这小刀呢 给它这样切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它 我们就把虾呢 给它翻转 背面向上 然后用两个手的大拇指和 这个虾身 竹节的轻轻向上拉 然后你就将整个的这只虾呀 这筋把它拉断 你就这样拉 大概拉个七八下嘛 哎 它就可以了 我们改刀的时候呢 你不要把它就是都切断哈 哎 就这种感觉 你看拉 拉长 大概得长一寸呢 然后每一只我们都这样处理 翻过来 还是这样 然后整虾的这个轻轻的上拉 拽一下 把这个筋呢 给它拉断 那所有虾已经处理好了 你看 就是这个状态 我们要先铺粉哈 所以我们就将两汤匙的面粉 一汤匙的英素粉呢 把它搅拌均匀 好啦 我们就这样 你看 我们拿个小筛子 把它铺到这个虾上 然后再翻过来 再铺一下 让它均匀的都能够沾上干粉 卤笋也是一样啊 两边都给它沾上干粉 这时候呢 我们就起锅烧油 大概的放个五六杯的油吧 加热到三百五十度就可以了 你看 我们试一下这粉尖 它能够上升上来就证明油温是可以的了 好了 我们就把卤笋呢 沾了粉尖 加入油中 刚开始说不要翻动哈 失误到二十秒的时候再翻动它 大概炸两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用筷子呢 把它夹起来 看一下外皮已经酥脆了 硬了 取出来就可以了 令干油分 好啦 这时候我们把虾也是一样 在粉浆中蘸一下 这样多余的粉浆呢 让它滴回去哈 不要弄到锅中 好啦 在油上呢 我们就把它顺势 放到油里面 油温可以的话 你看它马上它就会成形了 好 放进四十五秒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手夹着这个虾 还立着手呢 将这个粉浆放在这个虾上做这个天库罗花 这样虾出来的时候会很漂亮 多加小加都可以啊 你爱吃那种粉尖 那你就多加一点厚一点的糊 好啦 我们一次反正我就炸两三只吧 这样它会均匀受热嘛 温度也是非常好的 炸得也很快 你看外面硬了 这虾颜色金黄就已经好了 然后呢 我们在盆中放上芦笋啊 大虾 再为了漂亮 加上红色的小番茄 天库罗花 还有那个香菜装饰一下 你看 很漂亮吧 好啦 这就完成了 美味好吃的日式大虾天库罗就做好了 大虾天库罗的榨浆 薄 而且香脆 虾呢 又鲜又甜 芦笋啊 清纯可口 真是太好吃了 而且一点都不油腻 那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呢 我觉得是最好的状态 因为你在食材的选择上 还有数量上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一定是最佳的状态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做 非常的方便 简单 超赞 好啦 那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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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